歡迎收看YES小友行 出國留學是很多人夢想的人生清單當中其中一項 因為可以在異地學習新的語言 還有感受到不一樣的生活文化 但是這些看起來好像是很夢幻沒有錯 背後可能也要經歷一番韓徹骨的這些努力或者是挑戰 譬如說一個人在國外生活是不是會遇到一些困境呢 又或者是脫離了父母親的管教之下 變成了一個脫僵的野馬 等會出一些大麻煩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來了三位 要跟我們一起好好分享一下他們的留學經驗 首先要歡迎台灣恐流小梁哥 大家好 另外我還有胡影飛 歡迎大家好我是胡影飛 還有留學部門Aaron 大家好我是Aaron 先想問一下兩位都是有出過國留學嗎 對不對 三年左右 七年左右的時間 當初是去哪個國家 我是去加拿大 加拿大的哪個地方 其實他們講是說在一個溫哥華那邊 那可是呢到了溫哥華以後呢就是我弟弟我跟我弟弟去嘛 那我弟弟下飛機了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坐一個那種小飛機 就是有點像我們去金門馬祖澎湖那種小飛機 然後我又在坐了好像四十分鐘 才到一個小鎮 那個小鎮呢就是美西八日有上車睡覺下車尿尿的一個小鎮 那個小鎮名字我就不方便說出來 不透露 對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想要滅那種大眾傳播的相關的科系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我要來到這邊 那我爸爸是說 因為那個留學代辦中心說 溫哥華就只有這裡有這樣相關的科系 我想說整個溫哥華那麼大 那麼多的名校會沒有這個大眾傳播的科系 一定要跑到一個 他開車從那個小鎮到溫哥華要四個小時 一個小鎮才有這個相關的科系 這聽起來不大合理吧對不對Aaron 是留學代辦騙了他還是爸爸騙了他 要看當時的科系 我跟他回答 但是他事前很認真 他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是底片的年代 不知道大家還是記得嗎 我爸爸就請了一個朋友 特別從溫哥華到那個小鎮 把那個小鎮的整個街島 全部拍了十幾卷的那個底片 包括學校在哪裡 銀行在哪裡 吃的餐廳在哪裡 什麼他都把它拍這樣 然後這個寄回來給台灣給我們看 如果你不講話 你就還以為他可能是間諜 他把整個巷弄都把它拍了 然後目的就是要為了讓我們放心說 沒有關係 這個什麼也有 商業市場也有 銀行也有 什麼 走過去學校才多久多久這樣 是不是導演有一點點職業病 先去看警 沒有 我覺得他是想要讓我們 我們比較安心 因為我那個時候我已經 其實我已經退屋了 然後我已經在電視台工作 兩三年的時間 是 所以是工作之後才過去留學 對 而且我那時候我也過得很開心 我覺得在電台上班 雖然薪水不多 但你也知道助理是最開心的 因為沒有壓力 然後那時候就是 突然說要去 然後想說 爸爸如果既然有這筆願望 如果就是預算的話 那我們出去看看你的 所以算是比較大齡留學 因為有工作經驗嘛 對不對 一般人提到的留學很像是 學生時代的時候去 尹菲就是學生時期去的 我是高中去的 高中跟大學 總共去了七年 妳是去哪裡 美國 舊金山 為什麼選擇這個地方 我是剛好親戚在那邊 我的姑姑 然後跟我的表哥 表妹 姑姑長 然後就是有親戚在美國 所以剛好就是直接去那邊 就也沒有多想 現成的住的地方 然後車子啊 環境也都熟悉了 所以就是最安全 本來家人就想要安排 我大學的時候去念書 可是我發現如果大學去的話 我怕我程度會銜接不上 所以那時候 大家在考機車的時候 就其實休學算是一年 然後去補英文 就苦讀了一年 然後念書 然後所有單字不會 都要查字典 然後寫下來 然後就趁那一年的時候才 對 才苦讀 然後才去美國 也是給自己沒退路了 因為妳就沒有參加在台灣 對 應該要有的學測 對 所以這一年妳如果認真的沒念好 也不行 因為就是得去了吧 就得去 已經健在臉上不得不發的狀態 沒錯 現在這樣看起來好像大家都會說是美國 加拿大 剛好有兩個熱門區 對 然後還有比較紅的像是英國 澳洲 是不是是現在比較熱門的幾個留學區 對 這幾個是蠻熱門的 那尤其是像加拿大 這部分是預算的部分 像加拿大的學費跟生活費 比起 美國英國的話是比較低的 對 那再來如果你會考量到你想要出國 你不知道怎麼選擇的話 其實我覺得 第一點你可以先想想說 你這一趟出國的目的 那你是想要拿學位證書 還是說你想要拿文憑 還是說你可能未來想要再繼續當地工作 這樣 那再來就是你要考量到你自身的條件 那像我學生他都是從護理系 轉到可能管理科系 那也有從像音樂系啊 轉到像程式設計的 比較跳的 對 因為你比較跳通 但是就是要看你的個人條件 還有你想申請的課程 它的一些門檻 所以我會建議可以跟留學部 我們討論看看 那我們會協助學生 逐一的猜選出他真的想要 而且需要的課程 去之前就等於自己 要先有些打算就對了 對 那你們去之前那個時候 有先透過像剛才有講有待辦 大概籌劃了多久的時間 因為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我還記得那個留學待辦中心 在那個世貿中心裡面 在那個辦公室那裡去過幾趟 然後大概半年時間就做到 才半年就可以把一切都搞定了嗎 差不多了吧 因為我記得收到消息跟要去 其實時間還滿近的 還是因為事情的 然後我還把工作遲了 然後我 對 當時一些朋友交代了一下 然後我才 交代一下 因為那個時候真的是完全沒有就是 像比如說他說他本來就有這樣的規劃或是萬事 對 總之半年的時間 又透過了非常多的緊急 有照片 每個街道都有 都知道了 所以感覺一切是安排得相當妥當 然後去了就也沒碰到什麼樣子的問題 我可不可以碰的問題很多 因為 其實我是住在寄宿家庭 那當初我根本不了解那個家庭 那他就是留學待辦中心 有給一張照片 就是那個 爸爸媽媽還有一個宅男的兒子 他們就是很開心的全家庭的照片 就是看起來是一個很陽光的一個家庭 是 那然後我就是坐那個小電機 不是就到了嗎 到了那個機場以後 一邊是學生 一邊就是來接的家長 對 然後他就是 那個老師就說 可愛 然後你就跟這個家庭走了 然後我就對照片 有對得上 這個家庭 然後我就提了行李上了他的車 然後就是那種一望無際的公路這樣 然後那時候你就會想說 那種什麼殺人旅店 還是說那種什麼十三號星期五 你就會有一個重的畫面這樣子 然後到了那裡以後 我覺得很大的挫敗 就是他剛剛說的語言的關係 因為我去的時候 那時候程度真的不是那麼好這樣子 就只有什麼 這個書籍 對 就是這樣 我們就過去了 做到基本的問與答 對… 那去的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說不好意思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 我想買給我票 我想寫信回去給我的爸媽 其實是當時女朋友 然後我就說那可以嗎 他說OK啊 他的意思是說 你把行李放了 那十分鐘之後 那我們就在門口集合 我就帶你去這樣子 那十分鐘二十分鐘過後呢 我還一直坐在房間裡面 我想說幾個堂 都沒有人來 帶我去買個票 然後那個 那個Homestate的媽媽 就瞧瞧我們說 你好了嗎 OK了嗎 我說好 然後因為我早就好了 對 我在等你耶 他說那我們不是約門口見嗎 都沒聽懂 那個時候我才知道 完了這個麻煩大了 因為人家講什麼 完全對 對 這個是大問題齁 所以後來有買到 有買郵票 有買郵票 有這個 對 那個家庭我覺得是非常好的家庭 我都一直跟當時的學校推薦說 這個家庭太棒了 爸爸呢 就是附近高中的 義務橄欖球教練 對 然後呢 他自己還有在家裡 還有一個辦公室 弄得好像他真的是 什麼名牌教練這樣 可是我剛剛有強調 他是義務的橄欖球 然後呢 我們的Homestate媽媽 他是在那個Costco 那個一小時快速中藝的那個櫃井 那有班 他就去沒班 然後那個宅男呢 他一天到就是躲在地下室看六人行 然後他也沒有工作 他每天就是 這一家人很free 很free 然後他就是周星 你看外國人算周星 是 就是說比如說 這個禮拜學校要來除草 那你來 這個禮拜多少錢我給你 下個禮拜沒有啊 比如說 太無所謂 他就躲在那下面 繼續看他的更有人行 然後這個家人挺好開心 然後那個爸爸每天晚上看一些那種 那個美國不是很有趣的影集 我們那時候叫天才老爹什麼的 就這些有趣的影集 你們可能不是這樣 影集 現場的回想稍嫌小一點 對 他坐在那裡喝個啤酒 笑到一直笑到 我沒辦法寫公開 然後那個媽媽呢 是一個很優雅的人 然後他就是 除了上班之外 他就在家裡畫油 畫素鳥 不然就是去後院種菜 然後種那些小蘿蔔 那種感覺一樣不良 晚上就是我們的菜 家 我們晚上的晚餐 很樂活耶 對 然後兒子不用再講 他就是躲來地下室對不對 然後這個家庭每天好快樂 你知道嗎 這個家庭最大的資金的來源 我是他們家的金主 是 他就是收到IP訊息說 因為我是一個畫家 我很喜歡你這張照片 然後我想要跟你講 這張照片的使用權 然後加拿大的網址 要有你的E-mail 他就可以匯款過去了 所以他那時候開一千加幣的 支票給他的時候 他的銀行APP 真的有跳出來說 入帳一千加幣 對 然後他就說 那這個多得五百塊要請你 就是匯款給我們的材料行 幾天之後 他才發現說 他銀行裡面的一千塊不見了 對 五百塊也已經匯款出去來不及了 你知道嗎 這個家庭最大的資金的來源是我 不是他們家的金主 是 當時我每個月要給他五百塊加幣 就是管我吃跟住 有一次我打電話 那個打電話到台灣 有時候跟朋友跟女朋友聊聊天 然後那個紅爸收到那個帳單 就覺得說 然後他很急忙的把它 那幾條畫起來 然後拿給我看說 這是你打的嗎 這是你打的 他很怕我不承認 我說 這是我打的 多少錢我開支票給你 因為那個時候 本來銀行 老外很喜歡開支票 對 有我開支票給你 OK 不要緊張 你看這樣的一個家庭 然後我後來深入了解 他的房子是租的 帶我來的那一台九人座也是租的 如果你把這個家庭經濟狀況 把它放到台灣 對 此時此刻 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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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 車子都是租的 你還在那邊義務 橄欖球教練 你憑你 有一點義務的 這個是左林右手 義務就是好聽的眼廢 左林右手 親朋好友都會罵這個男人 你沒有責任感 你怎麼樣 然後那個媽媽每天就是過得很悠閒 看我媽媽我看他身上 你沒有什麼名牌 你看這樣很開心 那個摘那盒子不要再這樣 所以這個家庭 這個家庭 在加拿大獲得好看 你可能說 欸 加拿大福利很好啊 是 可是他們沒有 沒有 無欲無求 或者是非常開心 那個那個那個 如果是把這個家庭 放到台灣的話 可能會處理一些社會問題 對 親朋好友的眼光 左林右手 也會覺得說 你們在幹什麼 對 所以這個東西讓我們差一點 是啊 但好險這個家庭擁有了你 大的金主 而且一條一條還願意認識 對不對 所以小翔哥這個是有透過代辦的 那一般人有的時候會想說 欸 我真的需要代辦嗎 還是這種家庭 我會不會上網自己找也找得到 其實說真的 網路上會有很多人都說 我可以不用透過代辦 那這是沒錯的 但是你像你選擇學校選擇國家 你就要自己來 甚至你到落地後的那些 你都是要自己從零開始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代辦 其實現在很多流入學代辦中心 都有說我們是不收代辦費的 應該說我們是有跟學校合作 直接合作的 所以可以透過我們 那有時候透過我們 反而會比較優惠 對 那再來我們代辦會提供很多隱藏的服務 像是出發前 就是你選擇學校那些開始嘛 安排你的開課日 那再來就是說 像你出發前後 我們會有一個行銜說明會 然後當地的服務 街機 交通 開戶 這些的我們都會幫你安排好 那很多你可能網路上 大概要找很久 你才找得到的答案 大概問我們 可能一分鐘就解決了 對 早代辦會有很多的附加價值 我覺得這就跟你有點像 你在找機票是一樣的道理 自己在那邊找半天 哪一段接哪一段 怎麼樣最便宜 以為省到一些迎頭小利 結果你去問旅行社 對 人家一分鐘可能就幫你弄好了 沒錯 真的不要怕代辦會賺你的錢 你要看的是後面的價值 那會不會有一些人他很擔心 還是會覺得說 我年紀比較長 可能那個時候小翔哥是 已經有在工作經驗了以後去 但有一些是 他可能已經已屆退休年齡 但他還是很想要念書啊 如果年齡是這麼大的的話 也是有可能可以出國念書的嗎 其實學校來說 他們並沒有特別任何的限制 關於你的年齡上 但是有一點要考量是簽證的風險 對 所以如果你是可能年紀比較長 你想要出國的話 那我們就會建議說 你可能在準備簽證資料上面 就是要財力證明要提高 你回國的計畫要比較齊全一點 這樣子的 那尹菲你那時候出國之前 有做到哪一些留學的準備嗎 其實我因為我那時候還小 就是我做準備就是念了那一年的英文 然後有在台灣考了一個外僑學校 後來才去美國念書 那因為我是美國公民 然後姑姑就親戚又在那邊 你本身本來就是美國公民 對 所以你有點像是回去念書而已 對 所以高中又是義務教育 所以沒有太要辦很多東西 然後幾乎都是親戚幫我們解決 所以省滿多心理的 對 感覺有點認真的 就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在念英文 那一年沒有在管其他事 真的沒有 我就是要銜接到以後到了美國的生活 那小梁哥呢 有做什麼準備 沒有 對 因為錢也到位了 對 地點也知道在哪 就在線上了 對 就是其實沒有 要說如果要做什麼準備我的建議 那我覺得真的像剛剛他講的就是 你的這個英文的部分 對 不然你去那邊就是浪費時間浪費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去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去念那個ESL 因為你不可能直接去他們的大學上課 因為那個老師教授唱的全英文 看的全部都是原文書 你一去你不可能 就算你在台灣英文成績再好 你去那也是 對 所以你必須先去上ESL 1月12它就分五級 第一級就是再教你念A B C 這樣 然後第五級就是說 你已經北約可以OK了 已經準備好了 你明天你就可以去這個大學 正式上課是OK的這樣 那它一期就是四個月 那你想想看 你可能像我去 我是比ABC好一點 我第二級 那你看你要念四個四個月順利的話 你才可以到學校裡面去正式就 其實這個相對的發滿多的時間跟進行 對等於說你已經在當地了 可是好像還沒有辦法真正進入到那一關的感覺 所以還是建議就是說 如果要在台灣留著有很好的準備 健身的時間 先苦讀一下 那除了剛才兩位講的這個 當然語言是必備的嘛 有沒有一些我們很容易會忽略掉 也是需要住戲的這些重點 我覺得滿重要一點是保險 因為國外的醫療很貴 而且你可能看診你要等很久 它的看診費跟藥費是分開的這樣 你可能一次看下來 你就大概要花好幾百塊的加幣啊 美金啊之類的 我之前有一個學生 他在國外復發中二驗 那他一次的急診 掛號費就是三萬多台幣 那但是他還好有投保當地的保險 所以這三萬多塊還是不用付的 那這個也是代辦可以一開始就幫忙的嗎 對就是我們有代為投保保險 對有些代辦也是會有提供這種服務 所以一開始自己可能不知道嘛 這種還要透過代辦才知道 你是什麼樣的身分可以保怎樣的血 沒錯 因為他們的醫院不是人可以進去的 就是說比如說他的急診室 你好好坐在這裡 或是說我可能牙痛或頭痛 他不會離你 請你回家 除非你是血流滿地 手上腳亂用 他看到他趕快幫你處理 不然的話他不會離你 那像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台灣不會下學嘛 我去的那地方會下學 那我們沒有準備好一些什麼學習 衣服可能多穿一點這樣 我記得那時候我去上學 我要自己走路去 我就穿了一個皮鞋 皮鞋妳也知道 皮鞋的底是平的 是 然後我還調皮喔 我…要過馬路嘛對不對 中間有分隔島嘛 那我想說你沒有車子 花蕾喔 然後我踩 我想說我踩過那個分隔島 跳往前走 我就到學校這樣 想到很美好耶 結果殊不知那個分隔島上面 有一層霜 是眼睛看不見的 一層霜 那我沒有一些踩 在那邊跑路 我四腳朝天整個躺在馬路上 好痛… 但是我想說 萬一兩車子來了怎麼樣 我都不會爬起來 我爬起來 一搏一搏的 我走去學校這樣子 然後那個House Day的爸媽 帶我去一個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不是醫院 是類似我們台灣的那種國術 對… 那是什麼街骨啊 什麼那種國術館 然後是一個香港的師傅 他們就像外國人 也去找這種東西喔 然後就帶我去那邊 就跟台灣的街骨一樣 然後他就給你什麼 補一些什麼藥 然後包 然後我就只拿罐這樣 我記得好幾個月這樣 因為去那種地方 費用沒有剛剛講的這麼多啦 所以他們一般的人 還是去… 就不會去這種大醫院 當然就去小診所 能解決就解決 對 我有朋友他也是在美國 可能自己真的不小心 切菜的時候 切到受傷流血 你知道他們都已經不會震驚囉 他們現在都是非常非常peaceful的 就會開始從… 對 就會從那個抽屜裡面拿出一個 就像是止血糕 然後他還有那種類似縫合的 那種 sewing kit 對我剛剛說聽到我就覺得匪夷所及 對他們就說可以自己稍微縫一下 我說這是一般人應該要吸得的技能嗎 因為美國真的急診太貴了 我最近也才看到影片 就有一個孕婦有點出血 她就有點緊張 她想說好吧那我趕快去急診看一下 結果她在那邊等了好幾個小時 人家也沒有對她做任何處理 等到最後也叫她回家 可是都每個費用都算 就超時費啊 然後診斷費 然後算現在要三四十萬台幣 然後就空等一場 對空等 然後什麼都沒拿到 還要付這些錢 所以真的還滿可怕的 這就叫做真正的time is money 真的 告訴你什麼時間就變成錢了 太可怕了 所以我們剛剛這樣總結下來 第一英文 第二保險 保險 這兩個準備好你就可以出國留學了 再來還有一個是我想要提的是詐騙 對國外的照片很多 而且我覺得他們更會騙 像我有一個學生他也是在加拿大 然後他就是收到IG訊息說 我是一個畫家 我很喜歡你這張照片 然後我想要跟你買這張照片的使用券 那學生就覺得OK啊 就繼續跟他談 然後就提供了他的email跟名字給對方 那畫家就是他就提供了一千加幣的支票給他 但是其實他是用五百加幣跟他買 然後加拿大的網友很方便嘛 他就是只要有你的email 他就可以匯款過去了 所以他那時候開一千加幣的支票給他的時候 他的銀行app真的有跳出來說入帳一千加幣 對 然後他就說那這個多得五百塊要請你 就是匯款給我們的材料行 那他學生覺得很奇怪 他就問他說為什麼 然後畫家就跟他說 我們覺得這樣子比較有禮貌啊 而且比較可以信任 就是雖然聽起來這句話就不對了 聽起來很奇怪 可是學生就真的匯款過去 五百塊給他了嘛 然後過了幾天之後 他才發現說他銀行裡面的一千塊不見了 對 五百塊也已經匯款出去來不及了 對 那他其實就是利用加拿大網銀的一個bug 就是他其實你加拿大開支票也是隨便開 你要寫一萬塊加幣你也是可以寫 那你的銀行當下也會顯示一萬加幣入帳 但是他可能需要幾天的時間去核實說 你這張支票到底是不是真的 對 那他核實發現他是假的之後 他就會從你的銀行裡面扣掉了這一萬塊這樣子 現在的詐騙太可怕了耶 所以在國外也不可以輕易的相信這件事情 對 像租屋前他也會跟你說你要先繳多少錢 你才可以看法這種也是詐騙局 租超多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也在就是找宿舍或找住的地方 然後就看到網站上很多很漂亮的房子 然後他們都說我們都長期都不在 那便宜租給你但你要先給個定金 那很多人都很著急 覺得說喔那麼好又那麼便宜 房源難找啊趕快給嘛 然後給了之後就被騙了 所以只要先要給錢的都不行 對 都要很注意 一定要迎獲兩期這種才可以 因為我們全部都吃在房的東西 你要乖乖可以送沙士裡面都有 常在外面的美食街呢 你要吃牛肉麵那個珍珠奶茶 全部以利益居全 我想我在做珍珠奶茶的時候 我想我也沒有機會 真的 我想說這個才是我要找的地方 後來我就開始發本思想 我說我不管 我要選全來的東西 很多人會想要去留學 就是覺得在國外可能生活啊 或者是求學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好玩的事情發生 像是國外的電影都告訴你 每天都在派對 真的是這樣嗎兩位 我是不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我 為什麼開始吃 沒有 那時候我去那邊以後 然後突然我爸爸就打電話來說 你這個如果有比如說寒暑假 或說有一些放假的時候 你可以去附近走一走 我說附近走一走 什麼意思 因為那邊就是一萬五千 我要去哪裡走 他說不是啊 可是我們現在從這邊 飛到紐約 你看一定要來回搞不好 要一個八萬十萬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看你現在 你從你的那個地方 你坐飛機到紐約 或是到洛杉磯 那個叫做國內線 對 那個費用差很多耶 就像我們去這個澎湖 去金門那樣的一個費用 其實你可以多去走走看看 然後 我在溫哥華嘛 那個是西岸嘛 往下走 比如說那個西雅圖 什麼Space Needle 什麼西雅圖夜未免 那個我也去了 然後我還去參加那邊那個 唐人間是有那種華人的旅行社 我也去那個美國那個什麼 五日遊還是幾日遊 什麼湖口水壩 拉斯維加斯 迪士尼樂園 我全部都給他去了 然後這個是西岸嘛 對不對 我東岸我也沒有放過他 我就去那個多倫多啦 然後那邊有寧加拉大瀑布 世界七大奇景 我也給他去了 再往裡面走一點那個蒙特羅 因為那個那邊是法語區嘛 你進去裡面 隨便你才都給你訪酒對不對 然後那個什麼 類似法國那種大教堂很棒 那個豐富我的那個人文思想的 我也去了對不對 紐約我也沒放過 我也去紐約玩 然後去那邊找親戚朋友 反正我在那個時候 能去的我都去了 那我覺得那真的是非常開心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你從台灣要去西雅多 去洛杉磯去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你看你要花多少錢 你才可以去這個地方 我自己是沒有辦法去的 可是我在那邊 我買個國內信機票都去了 對 你都自己一個人出來 或跟同學啊 就參加 那種當地還有那種one day tour的啊 我就去了啊 玩他的 爸爸說去去嘛 好 爸爸請你去走走 你是去長征耶 所有地方都玩了 我去一些好玩的地方 其實我都有去 但也還好那時候有去 因為說真的現在要去很難啊 現在你也不太可能說 哇你看你想想看 我剛剛講這幾個地方 你單趟從台灣去 就好多錢 對啊 這個遊學的經歷 跟大家不大一樣耶 就感覺是去旅遊的 就課離時間 對 課離時間 變成說求學反而是其次 沒有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 課離時間 走走看看真廣見門 是 那你在那邊有派對嗎 有耶 高中跟 高中比較是那種house party 都會去朋友的家裡 然後就滿像國外的電影 就是在家玩Bear Pump 就是那個啤酒放在杯子裡 然後丟乒乓球 丟中你就要喝 對 外面有一種吃 酒吃肉齡的 對 常常會吵到警察都會來關切 玩這麼轟動 因為有時候太半夜 那個鄰居也會舉罰嘛 學校如果沒有課的時候 我就會跟朋友開車去賭場 就開兩個小時 然後因為賭場也沒什麼錢 然後幾百塊美金又輸完了 還要回來去冰淇淋店打工 就很辛苦啊 然後還會為了一個小火鍋 就開車六個小時去LA吃 一個鹽酥雞 一個珍奶 很有名的 開三個小時也願意 就是很思香對不對 因為想回去回不去 對 沒錯 但是可以讓你看這些大山大水 還不滿足這樣 對 然後Party也趴到五零洪洞 你在那個小鎮 你怎麼會滿足呢 對不對 我記得有一次是 我們有一個日本同學 他說他在那種二口車雜誌 他看到一台車他想買 可是這個車行在溫哥華 他說禮拜六 禮拜天 我們可不可以你們陪我去看車 他說好啊 當然可以啊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還下雪 然後我們租一台車 然後我們雪地不太會開嘛 然後我們開一開還打滑你知道嗎 他就撞到樹板 把前面那個保險桿還掉下來 就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直接把那個保險桿整個拔掉這樣 又掉了 又掉了 然後我們開開開下去那邊 然後人家那個因為有保險 所以那個車行你看 他其實也沒有要你怎麼樣 然後我們開到那個公車房 那個公車房 有一個超市叫做大桶華 我永遠記得 裡面全部都是賣滑的東西 你要乖乖黑松沙式 裡面都有只是貴一點 然後他外面的美食街呢 你要吃牛肉麵 那個珍珠奶茶 全部一力俱全 我跟你講我在喝珍珠奶茶的時候 我想說這個才是我要找的地方 後來我就開始發奮圖像 我說我不管 我要轉學來問客 為了那一杯珍珠奶茶 就是我覺得那裡太好玩 太開心了 那個時候其實還有 我們那時候還是錄影帶的年代 對 那個時候譬如說台灣有一些知名的 綜藝節目 他可能兩個禮拜以後他就會來 然後大家搶著去做什麼 然後我在溫哥華 我在溫哥華的電影院裡面 看的石神 周星馳的石神 我在裡面笑得好開心 所以就這裡就是我要找的天堂 然後我就自己去辦學校 那其實他也說我 你自己轉學的意思嗎 那麼厲害 從小鎮 沒有 我還在念ESAL 對 然後我就轉到那邊去 其實他都願意收我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學費 也是當地學生的六輩 哇 就像很多 有些外國朋友 他一來一次來到我們這邊 政大 師大 一些很好的學校的語文中心 開始學習 他就開始可以去上裡面的課 對不對 那我就去轉學 他還收我 然後我自己還在溫哥華 北溫那個地方 找到了一個 我自己住的那個宿舍 我自己租的一個小套房 一房一廳的 所以從寄宿家庭離開 對 然後我一切都辦好了以後 我就告訴我爸爸 我爸爸嚇不到 我想說 怎麼這個人 只會第四個月 第四集變成這樣 他去四個月 為什麼會可以做這些事情 我說真的 我確定我都辦好了 沒有問題 然後呢 我就包包環一環 然後我就從那個 辦家辦到那裡去 然後我就展開我自己的 展新的留學 對 但是就正如他所說的 其實你要自己辦也可以 只是說 你自己要去摸索 然後 不像比如說他們 可能是一個遊戲 對 但是我也做了這間 金面關鍊的事情 對 自己把自己代辦的 對 然後到了溫哥的話 我就真的好開心 然後我就請家人 把那個時候什麼PS SETA那些東西寄來 一插電視 我就每天就有一個事情可以做 好酸的 我聊的都是一些生活博士 他也有認真去上課 我就想說 你在生活上遇到一些事 那不如我們來聊一下 跟學業真的有關係好了 學業有關係 因為他其實在學校除了上課之外 因為他都是一個很 怎麼講 因為我們東方的教育是說 怎麼樣知道你會不會 我就考試了 我可能就叫你考試 就看你會不會嘛對不對 那老師可能在上面講說 那這一題誰會上來解答一下 那大家不是都好像回避老師 不要看不要看 不要叫到我 對對對 可是那邊完全不一樣 那邊就是老師想聽聽說 一直不停的叫你講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的觀點是什麼 因為我這裡一直學到了什麼 他希望聽你講 他才知道說你到底知不知道 對 東西方的一些風氣不大一樣 你去念書的時候有感受到這一點嗎 因為本來台灣高中應該滿壓抑的 對不對 對我現在台灣上國中 然後不管怎麼讀 我就是成績都在就是中後 然後就是數學啊 然後那種science都很難 可是我到美國之後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上ESL 然後同學都墨西哥人 然後我瞬間變成班上那種前三年 英文都很厲害 因為我不苦讀一年 對 然後本來就是學習上很沒有信心 後來到美國我真的信心大展 然後哇我現在居然也念了書 我還可以前三名 然後我還是班上的就是厲害的人 然後我就覺得鼓勵我滿多 就是在學業的方面 然後我覺得美國的風氣是老師很鼓勵跟你互動 然後聽你的想法讓你自由的跟你溝通 然後我就蠻喜歡這個風氣 所以我會很想要表達 然後很想要表現 對於學習就有信心 然後就是大學也算是考到 週一學到算還不錯的 然後我還有得到獎學禁 獎學禁 會相信 可是我覺得那種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高中肯定還不錯 然後就到大學 然後J也上了一個不錯 我也是大眾傳播的科系 很棒 因為我從小就喜歡寫一些文章 在網路上分享一些東西 然後我也喜歡賣東西 所以剛好大眾傳播就寫一些文案 然後分享一些 campaign 然後就是蠻幫助到我現在的發展 就是你真的能學以致用 對啊 還挺好的 Aaron有沒有 你剛剛有講說有一些你的學生 是他可能轉系 換了一個比較大的跑道 這個在國外也是容易的事情嗎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你要看你的條件 那其實國外它有很多都是 比較注重專業性的課程 像是一些創業課程 酿酒 洗牙 壓替 或者是李醫師 他們也都有自己的專門課程 那這種可能是你在台灣找不到的 那我就可以建議說 如果你對某一個領域有興趣 但是台灣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說去出國留留學看看 那像我自己覺得蠻印象深刻的 是創業課程 start up 這個課程 那他是學校老師 他會從一開始先協助學生去篩選出 他想要的創業行業 那老師每個月都會定期去監督 你現在的進度怎麼樣 然後學校也會邀請學生去多參加一些 校外的創業比賽 然後也可以累積你的人脈啊 然後同時你也可以吸引一些 投資者的關注跟支持這樣 是這樣嗎 精通台語 精通客語 可能都會比你出國留學 對我來說也強得很多 出國年就是對於是我認識跟發想 然後跟就了解自己 是一個很大的方便 所以工作好像這也還好 因為我記得我從大學剛回來 我去面試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國外可以來的 那你台灣的行銷你也不懂 對於國外來說 你又是台灣來的 所以你又是有點 卡在中間 卡在中間 就是進退兩人不上底下 但我們剛剛講的 通常都是有些好玩的面向 然後有一些跟台灣比較不一樣 少壓力的 可是在國外求學 應該也有一些黑暗面吧 譬如說我們常常就看到 很多有一些嚴重到 甚至會有種族歧視這樣 兩位有碰過類似的情況嗎 我記得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說 除了語言之外 文化也不太一樣 就是有一次我跟一個 也是台灣來的同學 然後呢 我們在一個很小的超市裡面 找到了一包冷凍水餃 我們好開心喔 因為好久沒有看到水餃這個東西了 雖然它小小一包只有二十顆 然後很貴 那我們還是把它買回去 然後我就穿到二十顆 然後我就穿到二十顆 然後我們穿下去了 要五秒這部分 那我們想說 只有二十顆 對 一個人吃二十顆 搞不好都不夠了 對不對二十顆 兩個人要吃 然後呢 就是說好 他們想說 因為家裡面還有紅嗎 跟那個紅地 在家裡面 你用人家東西 你是不是要給人家嘗嘗嘗看 那我們就說 好 那不然你們一人八顆 然後呢 紅嗎跟紅地 一人兩顆給他們這樣子 然後我們八顆 大概三分鐘 我們那八顆就吃完了 吃完覺得好開心 雖然哥哥已經不知道 冷凍了多久 那個豬已經不知道死了多久 吃起來當然有一點那種油耗味 但是開始覺得很開心 那吃完以後 我們就想說 你們要把人家整理恢復原狀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去跟那個 那個歐媽跟紅地 收碗牌嘛 就 沒動 就說 OK OK 很好 謝謝 很棒 就是一直鼓勵這樣 很棒 謝謝 OK 然後我跟他們說 一人兩顆五蛋 三四秒就吃完了 這樣 事後我們想說 他為什麼不能吃 是不是讓我們覺得說 因為看很多那種新聞報告 東方人 好像會吃的動物蠻多的 所以他不太確定裡面包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不知道該吃不該吃 所以他們兩個都沒有吃 都沒有吃 但他還是給予正向的反饋 對 跟你說good 對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 因為英文不是那麼好嘛 所以你看電視的時候 你會看一些 奇怪為什麼會有這個 比如說香港我有去過 他為什麼在升起降起 九七回歸了 然後我還有看到 鄧麗君小姐的照片 然後聽就好像那種快訓 一直在報導他的新聞 後來才知道他故事 是 然後比如說我這個放假 回到台灣以後 才發現說奇怪 比如說同樣是一些 什麼周華健 然後張青芳 那個時候的歌星 但我沒有聽過 就是你好像有一段時間 你有一點脫鉤了 你是空白的 因為你人在加拿大 然後台灣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不是沒有關係 對 那時候會有這個心情 奇怪我真的都不知道 你那個時候去有碰到一些 比較不好的經驗嗎 因為小楊哥這個其實是好的 他在反向輸出我們的文化耶 我好像還好 因為我們就是加州 還滿多亞洲人 只有唯一比較可怕的是 就是加州很多人會破窗 是 很嚴重 所以我們的車子停在旁邊 如果裡面有任何書包 或是看得到的東西 都可能被破窗 所以有一次我記得 我就是只是跟朋友吃了飯 然後回去要開車的時候 發現後面整個玻璃都破了 然後晚上又超冷 我還要開回家 開那個破掉的車窗 開30分鐘才能回家 有你在路上會看到 超多人是用報紙 然後旁邊都用風箱膠帶 超級多 對 我覺得晚上會比較可怕 是可能一個人在加油站 或是在一些荒郊野外 然後有一些別的種族 或是神情看起來 其實人家可能也沒怎麼樣 就是你自己又帶入到那個 可能月光光心晃不晃的感覺 就會想到一些你看到的 電影畫面 我記得那個溫哥華的街上 有一個我們也是去逛街 有一個人他就是用一個牛皮紙袋 用一個牛皮紙袋 裡面可能是酒瓶吧 他就拿在手上 然後走在路上 然後突然有一個警車過來 然後警察全部出來 然後就把那個人抓過來 按在他們那個警車前面的 那個引擎蓋那邊 然後我們就把他帶走了 然後我就問同學說 他有沒有成為量 他做了什麼 不能喝酒吧 你不能拿這個酒 像我們現在拿個啤酒在路上 邊走邊走 不會有人理你嗎 可是他那邊不行 你要喝你就回家喝 還是在那個酒吧喝 你不能這樣拿著 邊走邊 即便你有套了一個牛皮紙袋 也不行 不允許你招搖的 在大街上喝酒 這個也是代辦一開始 都會告訴大家的 對 心前說明會 也會跟大家說 就是比較有招搖這樣子 如果說真的在國外 你碰到了像是這樣子的情況 比較嚴重的 人家可能告訴你說 你滾回去我們不歡迎你 或者是用一些很言語上面的侮辱的話 應該要怎麼做 其實我覺得一開始你要先有 文化差異上面的認知 因為有時候其實像歐美國家 他們比較喜歡直話直說 我可能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讓你不開心了 那你就直接跟我說這樣 那他們也不會覺得說 你在跟我批評啊 還是你在指責我之類的 那當然如果你可能真的有嚴重到 像排擠霸凌 我會建議可以第一時間先跟學校說 因為學校他們有些會有 國際學生的部門 那國際學生部門 他們通常都會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案這樣 那如果真的已經嚴重到 他可能就是傷害你的人生啊 人生安全 威脅你之類的一些法律上的問題的話 就會建議跟學校說的同時 我們也要報警處理 對 那我們再來聊一下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好像出過國的人 像度了一層金一樣 是不是回來以後走路有風了 欸 我的語言變流利啦 我的視野比較開闊啊 甚至是我有國際的人脈了 那今天就問兩位實際的問題 請問你們回來以後 這樣子往回看 你覺得對你未來的發展 其實是有好處的嗎 我覺得要看行業 嗯 我是這個大同傳播這個行業 其實你的高學歷 或者是你有沒有度金 在我們這個行業來說 一點幫助都可以 是這樣嗎 我自己也當過主管 那我覺得 今天如果建一個旅立來 他是從國外回來的 或者是他是台大政大的 我今天我還不知道怎麼樣用它 因為我們這個行業是比較注重於 創意發想啊 或者是注重於說 你的執行的程度 甚至你精通台語 精通客語 可能都會比你出國留學 對我們來說價格很多 那其實英文在我們這個行業 其實使用到的地方 真的不是那麼多 除了譬如說台灣性節目 可能會聊到留學的一個主題 所以利用這個 三年的留學經驗 上過了多少次節目 幾次 相關主題的時候 他們會想到 所以還是要看你未來 到底自己的發展 對 特別是要回來以後 要進入哪一個行業 那尹菲呢 你覺得 我覺得出國年出 對於自我認知跟發展 然後跟 就了解自己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像我這樣就 了解我願意敢再試別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對於工作 好像就也還好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大學剛回來 我去面試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說 你國外回來的 那你台灣的行銷你也不懂 可是對於國外來說 你又是台灣來的 所以你又是有點 卡在中間 卡在中間 就是進退兩難 不上不下 所以我不覺得說 度了一層金 可是對於我自己的認知 我是覺得很有幫助 兩位反而提供了一些 跟我們一般人的想法 比較不一樣的一個觀點 所以當然還是要看你自己的想法是什麼 或是你未來的規劃是什麼 那兩位如果說自己的小孩 將來都想要出國念書的話 你們是贊成還是反對 我們覺得看他 適性 就讓他自己選 你就是負責準備 我比較不會就是 他已經退伍了 然後已經有空間 要問他 比較不會那麼晚問他 對 那目前他有這樣子提過嗎 沒有 因為他現在才小學二年級 不會 不會 還沒有這些向往 或是也還沒有了解到 但是因為這個岳母 我岳母是 岳母跟小舅子 現在在加拿大 其實有時候 寒暑假就帶他回去玩 讓他了解一下 因為那邊的環境 對 就可以從小就知道一下 不一樣的文化也是很好的事 那你自己小朋友現在也很小 一歲多 現在一歲多而已 所以講還太早 但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會希望他如果願意 也會喜歡他去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蠻喜歡他們那些 那邊的教育體制 對 那兩位現在是選擇回台灣 然後繼續工作跟發展 如果說像Aren 你的一些學生 想要在當地繼續留下來 找工作的話 會給他們一些怎樣的建議 其實像有些學生 他可能在實習期間表現很好 然後雇主會願意擔保他 過去為他工作 那有些是可以透過念書 來拿到當地的一些工作簽證 那像高等教育的話 其實蠻多國家都有提供一些 畢業後工作簽證 以加拿大為例好了 加拿大就有一個方案叫做2加3 那他就是公立學校兩年念完 你可以申請最多三年的 畢業後工作簽證 那在這個工作簽證期間 你要在加拿大工作都是可以的 對 那這期間你可能滿足一些條件 你就可以進而去申請他們 當地的永久居留權這樣 那我覺得台灣學生 有一個很好的優勢 是我們會說中文 是 對 因為中文現在其實也是一個趨勢 所以你可以把自己的英文培養好 然後學專業能力 然後再搭配自己原有的語言優勢 我覺得出國留學 是蠻好的一個踮腳石 因為你剛剛講說 甚至是可以進一步到永久居留權 對 就變成說你的第二人生 是開啟在一個異國了 但你也有先前留學啊 還有生活的這些經驗了 所以就可以去選擇 等於說給自己多一點點的選擇權 對 沒錯 我們今天這樣子聊啊 就聽到很多自己以前的經驗 然後也對於出國留學 抱有了一些夢想的 同時也知道說 現實生活上面 還是會遇到一些怎麼樣子的困難 那如果沒有辦法 像小楊哥一樣 很厲害四個月就從第四集 立刻跳到跑去另外一個城市的話 代辦公司專家 也可以提供給你非常棒的經驗 對呀 謝謝今天三位今天的莉莉 Yes 超友行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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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